總共練習的有四個SARB 第一個SARB的話 就上個禮拜那個Recourse 所以基本上的話 一樣就把網址給他 他就給我 我們給他幾個欄位 他就幫我把資料給下載下來 所以第一個 這個的話請各位回去 可以如果假設 上個禮拜部分不太熟悉的話 可能還是要多練習一下 盡量就是說 把那個範本的資料 稍微修改一下 第二個的話就是拿那個 就是那個 叫做Jason Converter 那個官網上面的練習 裡面總共有五個欄位 我們一樣把它抓下來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在大瓜湖裡面 如果還有大瓜湖的話 那理論上就是給他兩個瓜湖 這樣的話就知道說 大瓜湖裡面 如果還有大瓜湖的話 那就是用兩個瓜湖來表示 如果大瓜湖裡面還有大瓜湖 理論上還是一樣 如果大瓜湖裡面是中瓜湖的話 那就不需要瓜湖 就是那個就是我們要的資料了 OK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紫外線的那個指數啦 所以一樣這邊總共有六個欄位 OK 然後把資料抓下來 最後的話就是Wi-Fi熱點 所以其他的話 你們不妨回去的話 如果身邊剛好有這些相關的 那個Jason的範例 那你們就是多練習 如果實在沒有的話 你就是再找一下那個 就是這個什麼 開放資料平台上面的範例 多多練習 那下一次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是要再來看那個XML 所以在開放平台上面也一大堆啦 不過以前的比重好像重要性比較高 但是現在好像慢慢被那個Jason格式給超越了 OK 所以回去的話 請各位也許可以先預習一下 那個XML這個格式 要如何做爬取的動作 OK 好了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來吧